大家好,我是雅哥,最近桃園開幕了全新的生臺公園 這個生臺公園位於大遊路上,我們叫做大遊生臺梯田公園 那開幕的時間是7月19號的時間點上面 那我們晚了一週去拜訪他 那這裡的人潮相對的角度,當然我們沒有遇到那時候已經收割的刀子 不過也沒關係,跟雅哥一起前往去探險吧,走吧 GoGoGo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今天開放的提前生臺公園 應該是未來開放的橫山書法藝術館 這個可以繞一個整個下午的時光 那從路口之外有三個天下山 首先我們從寶山街進入到遊戲區裡面 那這個遊戲區我們很遠看到的是城堡遊戲區 我們一直走的木站到往前走 那人群眾部當然要往我們最後的終點方向移動 那接著呢,這個在綠地的草地上面看到了各種各樣的遊樂設施 就是各種驚奇探索的神經 這是一般行的啊 有的對著怎麼做 對著後方的奇怪 對著後方的奇怪 那附近呢,有一些盪球圈的設施 好酷的盪球圈 那也有這種輕子盪球圈 也有這種大型的盪球圈 就是輕子盪球圈,比較大型的一種 那還有呢,那身長像跳馬的東西 感覺非常有趣 當然這個是適合12歲以上小孩子的遊玩 然後我們接著 我們下個地方前進吧 走走走走 我們走到另外一側就是到底的地方 到底的地方是靠近寶山街的地方 那沿途我看到比較小型的那個 那個洛索 適合小孩子跟你的親子 或是一定有玩 那我看洛索往下滑 好快快洛索 接著我們要往下一個梯田的空間放上前進 我們要往下一個梯田的空間 那我看洛索 沒有選擇的地方 可是我看洛索 好快洛索 我看洛索 我看洛索 好快洛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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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走向另外一側 那另外一側是一個鐵皮布包圍的建築 我都不確定裡面是什麼 那我們走到那個民視區 它又附近有一個牙烤來披薩的餐廳 我們有地圖探機走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用餐群 它附近有些胖卡在那邊做一些生意 我們可以買一些東西在那邊享用 當然啦 可能如果有自備一些石雷 關於在那邊吃個東西 野餐或者是大大型也不錯 我們看到很多胖卡之外呢 它附近其實地形不是那麼平 它也提起了那種階級的樣貌 然後我們回到石頭走一圈 看到不錯的廁所 廁所其實 這些廁所造的像是貓草窩工廈洗嘴的那種廁所 那我們走到另外一側 它就成為做原食廣場 那晚上的時候叫做蚊子電影院 蚊子電影院 晚上蚊子會很多 可能要配點蚊子類的 當然我們走到這邊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 直接土藝人跟藝術家在這邊表演 那後面的大河路上面的社區很多 所以晚上應該應該很熱鬧來的 當然我們可以到這邊來做一會 聽個歌 因為在五張圓中 那全個時間內六十 我們走到另外一次的這時間點上 接著我們要去看另外一片的 情貌 那我們到達羅拜山區 那它就是小片兒 這也殺的是片白色 當然這邊還有一個梯田是六花梯 如果你喜歡梯田 你又喜歡看也不一樣 在這邊看到很不一樣的六花梯田 包裝也很出力 那我很不幸呢 我們的梯田 時間點比較快 所以我們來的時候 梯田已經收割完畢了 那留下光突出的景色 當然還先秒之後 年底應該有機會可以到第二次收割 那接著我們往下面方向去去行走 那我們看到了 這邊還有很多的那種提田的那種套系 當然我會覺得是說 這種另外一種梅啊 梅感是不一樣的 它附近有一些小小的食堂 這湯面其實很多種 那這個魚其實種類也蠻多的 可能是最近才放的 大家不知道之後會不會變成這種放生吃 當然之後再看這邊的 維護說它怎麼樣 那接著這邊還有一個是 細水區 剛剛下過雨 這個細水區好像下過雨 所以水有點濁濁的 好那我們直接往下走 走到下坡處的地方 那下坡處呢 隨著風隨著陽光的角度 我們走到一個灣區的蜿蜒處 就像九萬十八萬一樣 一直轉圈轉到下坡處 好 好 所以它這個延期位置 好 其實在我現在公園而已 其實我會觀察到一段時間 我並沒有看到它那個大型的招牌 好像是那種 在這種公園的方式呈現 也就是說它可以親近民眾的公園 那我們走了 有一個 三個區塊 一個是梯田區最大的區塊 那旁邊是消防局 還有大有過小 以及其他的 那這邊還有跟這個所謂的 五頭傘啊 這種五頭傘 木頭傘相見 當然可以從外面放到浴室中 好 我們又看到的是 街頭表演的活動 那這裡的街頭表演呢 就是 不定時舉辦 這裡是生態公園 那綿不俗的 就會有一種 鳥類或者是 家禽的氣息 那我已經看到的是 綠頭鴨 那我去往外圍的方向去行走 看到了這個 一整片的池塘 那池塘有造型 如月造型 這個看起來就是 有平常藝術家的氣息 好 那我們走回到 圓形的廣場這邊呢 接著呢 我們到廣場那邊 看一下 就是 走到 藝人的後方 就像他們樣子 帥氣可愛 那我們走到後方的 另外一側 就是 就是 這個小小的 這個地方以前是算河道 還是西谷啊 這是小小的一個河道 那今天沒有下雨 所以那個 乾枯的西床露了出來 那小朋友在那邊玩一下水 這邊還沒睡 應該也有雨 但是有機會待下去看一看 那我們接著往這個 後方的這個 太極宮的步道 我們走一走 那這裡的 綠樹森林 你看 突然到 分多前七夕 有機會我們來走走吧 我們走一半而已 最後呢 我們看到 寶山基的 路口了 我來的是 大有路上面的 生態公園 那這裡生態公園的 人潮是很多 我今天開放了 已經給一百了 這邊稻田 都已經收割完畢了 所以說 如果要來這邊玩的話 我今天也是 趁早來這邊玩 那我們下去 決掉太神了 再見囉 拜拜